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让我们看第一则新闻 第一则新闻是关于劳动节周末西雅图地区和PNW的12个旅行建议 劳动节周末即将来临 如果您仍然需要计划 请不要惊慌 我们的旅行户外和美食作家 整个夏天都在探索大西雅图地区和蔡平阳西北地区 从整个周末旅行到全天冒险 以下是他们的一些最新旅行建议 至于周末度假来说呢 寻找豪华度假 这里有八家提供太平洋西北地区独特魅力的旅馆 包括不叛度假村和指环王风格的树屋住宿 华盛顿州提供了三种结合户外冒险和室内舒适的住宿活动 从激流漂流到高空滑索 如果您喜欢露营 华盛顿州有一些新手露营者应该知道的关于露营的信息 对于经验的徒步者 夏季结束前可以在华盛顿州进行六次长途徒步旅行 公路旅行等 还有探索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海滩公路旅行 沿着边界湾的有六个景点提供步行 骑自行车开车或划着皮滑艇的探索机会 在俄勒冈州的风景秀丽的小道上 欣赏着瑞士阿尔贝斯山般的山脉和峡谷景色 这里游客较少 是一次不容错过的体验 美食作家Benzini Jean Clement Jackie Variano和Tan Wynn 在您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俄勒冈州或其他地方时 都为您提供美食建议 如果需要一辆适合公路旅行的车辆 这里提供了有关房车的生活信息 包括如何租用冒险 房车以及费用和目的地的信息等等 如果只有一天呢 那不如留下车辆 达乘渡轮去瓦松岛一日游 您可以骑电动车探索乡村景色 品尝新鲜的农产品和欣赏奇特的艺术 阿玛哈玛·吴德运河探险 被认为是西亚图最美味的一日游之一 您可以品尝新鲜的牡丽 并欣赏如画的风景 从大西亚图地区出发 您可以进入荒野进行一日徒步旅行 然后回家休息 这也提供了雷尼尔山专家推荐的 十条山路徒步 山区徒步路线 以及普吉特海湾周围的 八条闲水海滩徒步路线 也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助您的计划 一个愉快的劳动节周末旅行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雷尼尔山到瀑布等等 华盛顿州的十条风景 最优美的秋季远足路线 华盛顿州提供美国一些 最好的秋季徒步旅行 可以欣赏到雷尼尔山的 壮丽景色和美丽秋叶 其中纳奇斯风环路 Narchist Peak Loop和 特威斯普山口Twist Path等 徒步小径提供中度 至挑战性的徒步旅行 且徒步时间各不相同 雪湖和雷鸟林小径 是热门小径 风景优美 但可能会很拥挤 如果拴着狗 则允许狗在某些步道上行走 华盛顿州位于美国太平洋西北部 是美国人口第13大洲 面积第18大洲 美国的这一地区 为潜在游客提供了一系列景点 尤其是华盛顿州风景 最优美的秋季徒步旅行 其中许多可以被认为 是美国最好的徒步旅行之一 准备好与新英格兰 最美丽的秋季徒步旅行相媲美 华盛顿州秋季最好的徒步旅行 范围从纳奇斯风环线 到西色风树环线山口 其中许多令人惊叹的小镜 甚至可以看到 拉尼尔山的一些美丽的景色 话不多说 以下是华盛顿州 为冒险家们在火热的秋季 穿上登山项和背包 提供的最美丽的秋季徒步旅行 首先是纳奇斯皮克鲁 这条3.2英里的往返徒步路线 是雷尼尔山众多美丽的 徒步小镜之一 雷尼尔山是一座位于 华盛顿州中西部的 活跃层状火山 雷尼尔山只是华盛顿 众多令人惊叹的景点之一 它被认为是一个 简单到中等的循环 大约需要一小时45分钟 才能完成 纳奇斯风环线 纳奇斯皮克鲁拥有美丽的秋叶 徒步旅行者在徒步旅行时 还可能遇到各种野生动物 这条环路海拔上升600英尺 最高点达到5850英尺 现在是游客不能带着 它们的狗狗参加这次徒步旅行 进入雷尼尔山国家公园 并走这条步道需要付费 除此之外 雷尼尔山国家公园 除了徒步旅行之外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步行纳奇斯皮克鲁拥的平均时间 约为一小时45分钟 这条路线的位置 在Pacific Crest Nart Sinetic Trail Natches 98937 United States 再一条路线是Twist Pass Twist Pass是华盛顿州北部 奇兰湖巨齿荒野 的一条9.0英里的往返徒步路线 这次具有挑战性的徒步旅行 不适合胆小的人 并且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 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到近10个小时才能完成 当然Twist Pass 徒步旅行持续时间 会根据徒步旅行者 选择穿越的距离而有所不同 10月左右 这里的风景尤其令人赞叹 该地区的草地上 有金色的高山落叶松 和蓝莓色钓的光木丛 游客可以在双豪狗城后 将他们的狗带到 平均步行时间约为2到10小时 这条路线的地点在 Twist Pass Trail 华盛顿州美国 下一条路线是Blue Lake 蓝湖 是一条4.6英里长的 中等水平的徒步路线 以落叶松 落叶真叶树而文明 它的海拔高达 921英尺 湖泊本身无疑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计划前往北卡斯卡特国家公园旅行的人 应该考虑这个2小时15分钟左右的徒步旅行 尤其是在秋季 这无疑是华盛顿秋季最好的徒步旅行之一 游客可以带狗来这里散步 但必须摔上绳子 在地区寒衣人流量大而文明 蓝湖步道平均步行时间为2小时15分钟 下一条路线是Chain Lake Loop Chain Lake Loop是一条位于贝克山 Montbaker的7.0英里的往返步道 它的海拔高度约为1800至1900英尺 步行Chain Lake Loop大距需要3小时40分钟 沿着这条小道可以发现各种湖泊 包括阿格丽湖和冰山湖 这条路线在All Trails上获得了4.8星的评价 共有超过3300条评论 评论家特别喜欢这条往返路线所提供的景观 在地区是徒步旅行 背包旅行和露营等活动的热门场所 旅行者一旦摔好狗狗之后 就可以带着它们的狗来这里散步 Chain Lake Loop平均步行时间约为3小时14-5分钟 下一条路线是Skyland Trail Loop 对那些在秋季寻求华盛顿中难度较大的徒步旅行者来说 它们应该考虑一下Skyland Trail Loop 它长约5.7英里 Skyland Trail Loop平均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完成 游客必须要付费才能进入雷尼尔山国家公园 这条往返步道是该公园的一部分 Skyland Trail Loop与Chain Lake Loop一样 在All Trail上享有4.8星的评价 并且有来自超过12700条评价 像这条步道因其风景而受到称赞 但许多评论者对这条步道的繁忙程度表示担忧 因此那些喜欢安静步道的人应该考虑其他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Skyland Trail Loop是不允许携带宠物的 步行Skyland Trail Loop的平均时间约为3小时30分钟 下面一条是Yellow Aster 这条7.5英里的徒步路线是华盛顿州 最具有挑战性但且回报丰厚的徒步路线之一 王紫苑山步道位于贝克山 往返路程较长 大约需要5小时20分钟才能走完 根据可靠的消息 西海拔高度约在2550至2800英尺之间 它比一般的徒步小径更加复杂 但在秋天可以看到美丽的红色的和橙色的树叶风景 比起携带狗狗 正如这份清单到目前为止所显示的 华盛顿有许多令人惊叹的秋季徒步旅行步道 然而除了徒步旅行之外 华盛顿州还有很多很棒的事情可以做 下一条是Snow Lake 是华盛顿州秋季最好的步道之一 它是雪湖步道 这里的步道是一条往返近7.0英里的徒步路线 此外这条往返路线难度适中 大约需要3小时45分钟 雪湖步道不仅是徒步旅行者的热门景点 也是背包客和露营者经常光顾的地方 毫不奇怪 这条小路可能有点繁忙 所以它不是安静徒步的理想场所 一旦狗狗被拴住后 旅行者就可以带他们的狗狗一起去 秋季是一年中最适合进行雪湖步道的季节 步行Snow Lake Trail的平均时间约为3小时45分钟 下一条是Lake Ingalls Trail 这条基深该榜单前三名的路线是英格尔斯湖步道 这是一条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往返徒步路线 对于奥卡诺跟维纳奇国家森林的斯诺华尔米 整个斯诺华尔米地区还拥有华盛顿州最美丽的瀑布之一 即斯诺华尔米瀑布 它是华盛顿州提供的众多美丽瀑布之一 这条步道长约8到9英里 需要大约6到8小时才能走完 这次徒步旅行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英格尔湖步道的山坡 森林山谷地区和野花丛 不幸的是这条步道不允许携带宠物 英格尔斯湖步道平均步行时间约为6到8小时 下一条是雷鸟山脊步道 位于贝克山荒野 Montbaker Wildness 这是一条11英里的往返徒步路线 大约需要6小时才能走完 雷鸟领步道是华盛顿州秋季 以及一年中的其余时间最受欢迎的徒步路线之一 这意味着它可能会变得非常拥挤 这条小镜将徒步旅行者带到 萨尔斯冰川上方 雷鸟领步道可以欣赏到令人惊叹的彩虹冰川 Rainbow Glacier 以及东部原始的舒克桑山的景色 步步旅行者可以携带它们的狗狗 但是只能拴着绳子 华盛顿可以说是美国最适合徒步旅行的州之一 其顶级步道包括雷鸟山级步道 都是秋季游览的绝佳地点 步行雷鸟山级步道的平均时间约为6小时 最后是西色山口 Pather Pass是枫树环路山口 Pather Maple Loop Pass 又名西色枫树环路山口 是位于华盛顿奥卡纳根 为那齐国家森林的一条艰难 但令人惊叹的往返徒步路线 这条步道约长为6.5英里 走完全程大约需要4小时10分钟 西尔峰树环路山口 因其秋季渲难的树叶 以及北部喀斯卡特山脉的壮丽景色而闻名 这条步道的交通非常便利 加上其令人惊叹的风景 使其成为一条特别受欢迎的步道 只要拴着狗狗 徒步旅行者就可以带着它们的狗 步行 Hather Maple Loop Pass 其平均时间约为4小时10分钟 好的这就是我们推荐的在秋季 华盛顿地区需要 华盛顿地区一些推荐的 徒步旅行的步道 我也知道呢 我正好也知道小A呢 也是特别喜欢徒步旅行的 想问一下小A最近有没有去一些 去徒步呀 或者去一些景点去逛一逛呀 嗯 我前段时间去了Mountain Rainier的 上面说那个Skyland Loop 嗯 是跟你一起去的 哦对对对对对 对 我们两个一起去的 那条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但现在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已经到9月份了嘛 所以一些野花谢了 但是依然不影响雷尼尔山的美景 那条步道给我呃 带来最深印象是 它其实爬升没有那么的强烈 它只是整个的trail那个路线非常的长 一开始可能会稍有一些爬升感 但是到后来你就完全沉浸在 雷尼尔山的那么美好的景色里了 就完全不会感觉到累 而且一路上除了嗯 漂亮的野花 还有很多小动物 我们看到了土拨鼠 它们说是beaver或者是土拨鼠 我其实也不太确定到底是 河梨还是土拨鼠 反正就特别可爱 胖乎乎的 然后一点也不怕人 还有很多的小松鼠啊 花蜜鼠啊 跑来跑去的 我们还看到了一只山鸡 对我们还看到一只山鸡 嗯 然后整个trial走下来 其实路程中一直都有小溪在旁边 尤其是在下坡 在下山的时候 嗯 嗯我们身边一直都是有小溪下山呢我们走的不是Skyland Loop 我们走的是叫一个叫Golden什么的 对 一个一个trial啊 然后最后在马上到达停车场的那个地方看到了瀑布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trial 我觉得住在西雅图的大家可能没有人呃没有人就是说没有听说过Mont Rainier吧 就是雷尼尔雪山它实在是呃非常的有名 然后我呢之前印象特别深我住在我的公寓里面每天都可以远远的望见雷尼尔雪山 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去Skyland Trail上面呃爬山 然后近距离的看到了雷尼尔雪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呃我个人感觉呢Skyland Trail Loop那条线路呢 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难 就它中途可能会有一段是有一些碎石 但是它一开始它的步道还算是比较平缓的 并且因为一路上的景色都非常的好看 然后像呃April提到的呃旁边有就是一路上会有各种小各种小动物啊 有beaver啊有呃就是小松鼠啊有和狸啊土拨树啊等等 它会找你就是他们也特别亲人 然后会跟你过来互动 然后呢走走停停拍拍照 所以其实我感觉他爬下来并没有那么的累 而且景色真的是非常的好 尤其是还有呃瀑布啊小溪啊 对对 而且尤其是我和April爬的时候是前一段时间嘛 呃我们听说在秋季哈 这个雷尼尔雪山的景色会更加的漂亮 所以我觉得呃这个还是非常推荐的 对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爬一下 呃尤其是他这个的难度其实是非常低的 因为跟我们一起的有一个朋友他平常也不喜欢爬山 呃然后也不怎么喜欢运动的 但是他到最后都爬下来了 虽然很累了但是他可以坚持爬下来 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难度跟呃 Lake 22来比的话是要简单很多的嗯 因为Lake 22可能会呃比较有受伤的风险可能会崴脚的风险 但是这个路我觉得他是嗯还是比较容易爬的 但还是建议大家穿好呃比较高帮的登山靴 然后穿一些带水的登山靴比较防滑的这种 因为嗯呃 Lanear雪山还是有一些雪 我们虽然是白野底去的但是还是有一些雪 然后穿防水的鞋可能会更好走一点 OK那现在让我们来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继续讨论 嗯关于秋季徒步计划的一些小tips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seattleat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如何确认诈骗 如果有人说您必须通过汇款 礼物卡或加密货币付款给他们才能解决问题 那就是诈骗 合法人士不会坚持您以这种方式付款 请向reportfraud.ftc.gov举报他们 巴克力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 206-920-6721 206-920-6721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April 我是主持人小璐 OK 那让我们来继续来讨论一下 这个秋日出行计划 那我也知道小璐现在是回到国内了 你有没有什么在国内的这种出行计划呢 秋天 我确实也想 这个秋天出去旅旅游什么的 但是可能 对于hiking 对于徒步旅行的话 可能感觉机会好像没有我在下图的那么多 因为我在 对 下图真的是太适合徒步旅行了 对 但是在国内的话 我可能更多的是进行一些城市观光呀 去一些之前没有去过的城市这样 April 你呢 夏图真的是一个徒步旅行者的天堂 我刚听新闻的时候非常想 对那个Snow Lake的这条trail 非常非常感兴趣 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能过两天找人拼拼车什么的 然后一起过去 确实我觉得尤其是夏图 比如它的trail们啊 它的从简单到难 包括它的景色 都是非常 就是它的供的选择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我之前也爬过一些非常短的trail 但是难度比较高的 我想April好像也爬过 比如Triaco 那一条trail 对那条trail就是属于相当于 纯爬山 是非常 对非常累的 它的坡度 它的起伏很大 它的坡度很大 然后沿途的风景也不是 不会像说Rainier那样 就是非常的震撼吧 是纯适合有经验的徒步旅行者去爬的 当然了也有一些相对简单的短的trail 或者说景色特别好的trail 它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 我觉得在西雅图的大家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利用好这个西雅图的这个优势 然后有机会的话去爬爬山 去亲近一下大自然 是的是的 OK那我们现在来看下一条新闻 下一条新闻是让人有一点伤心的 关于Bartel最近的状况 那Bartel最近的关闭 暴露了西雅图的兵态状况 西雅图是全美第18人口最多的城市 去年的人口估计为74万9256人 那不仅如此 在84平方英里的密集的城市景观中 这还是一个重视步行 骑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的这么一个地方 但很快呢 作为两届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地 以及众多企业总部所在地的西北皇后城市 翡翠城将缺少24小时营业的药房 Bartel Drugs将于9月10号关闭其在Uptown的门店 如果市民在凌晨需要药剂师的帮助 他们不得不开车去伊萨跨郊区附近的沃尔格林 那有时这种帮助是迫切需要的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 Right Aid的高层承诺保留Bartel这个名字 并且没有计划关闭任何门店 或解雇任何商店员工 保留了可追溯到19世纪的传统和客户服务 那我们来说说Bartel的历史 1890年老乔治·巴特尔在西雅图 开设了他的第一家药店 Bartel于1868年出生于堪萨斯州 那在18岁时成为了一名职业药剂师 1887年他搬到了西雅图 在杰克逊街2711号的华盛顿湖药房工作 据编撰华盛顿州历史的在线网站HistoryLink报道 1897年Bartel从药店休息了一段时间 加入了玉空地区的克朗黛克淘金热 但他于1898年回到西雅图 并于当年年底在西雅图市中心第二大道506号 开了一家新药店 名为巴特尔猫头鹰药店 1904年巴特尔药品公司成立 同年晚些时候 巴特尔在市中心开了第二家药店 后来被称为红色交叉附件 大多数研究表明70%到90%的合并都会失败 原因可能包括收购方与被收购方管理层之间的冲突 以及股东过分承诺 还有未能了解合并失败方公司的业务或独特市场等 在极少数并购成功的情况下 他们需要大幅削减开支 被Rate Aid收购不久 巴特尔的客户就注意到了变化 但大多数情况并没有变得更好 他们抱怨商店人员短缺 营业时间缩短和库存有限 在近三周的时间里 他们的一种非常的基本产品 过氧化氢都被卖光了 在Ballard的Bartels的购物的一个 Customer米尔说 而沿着这条街走两个街区 CVS就有这种产品 那尽管如此呢 Rate Aid的问题不仅仅是试图吸收巴特 在过去五年里 该公司的股价从27美元跌至8月底的约82美分 相比之下竞争对手沃尔格林和CVS的股价 分别为25美元和67美元 8月25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Red Aid正准备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 原因是33亿美元的债务负担以及指控 其处方止痛药供应过剩的未决诉讼 至于后者 Red Aid面临着1000多起联邦诉讼 还有更多州一级的诉讼 2015年和2018年 Red Aid寻求被沃尔格林和后来的艾伯森收购 在监管机构表达担忧后 该交易被取消 这些连锁店被允许变得如此庞大 并获得如此大的市场力量 这证明了几十年来反垄断的执法不焉 这也给了他们对于曾经在每个美国城镇 都很常见的当地个体药店或者连锁店的 不公平优势 回到西雅图 犯罪率上升和疫情大流行 也导致了巴特尔门店关闭 2020年第三大道商店被关闭 该公司将原因归咎于犯罪和过度的城市法规 这使得第三大道变成了现在的状态 变成了一片商店办公室和餐馆关门的荒地 甚至我的燕光师也把他的办公室搬到了第四大道 意外的情况很少见 比如 贝纳罗亚餐厅对面的 Wild Ginger 餐馆 第三大道走廊一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Bartel Drugs 的公关经理当时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我们还没有看到能够使我们在该地区拥有可立可图地点的改进 这是巴特尔68家门店中首批关闭的门店之一 最近关闭的门店包括南联合湖的一家商店 和西雅图中央图书馆以南第四大道的另一家商店 也是距离旗舰店最近的地方 那现在呢是市中心的又一个空壳 看到这个新闻其实我心里有点点难过 因为在前几个月吧 华大附近Avenue上的Bartel是关店了 当时关店的时候还去买了一些这种简陋的商品 然后关店不久 我的邮箱里面就收到了一封Bartel的信 我不知道小璐有没有收到 有收到有收到 然后我还打开看了一下那封信写的非常非常的感人 大概意思就是Bartel已经在这个Avenue上陪伴了 大家多长多长的时间 然后这种关店的举措实在是无奈之举 并且承诺Bartel以后在University Village那边还有店 然后以后也会有相同品质的服务和产品来给到大家 我记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样印象 其实我蛮惊讶的 对 其实我蛮惊讶的 卧上的那家Bartel门店呢 他们的收益还非常不错的 因为又挨着学校嘛 然后很多同学也住在周围 但是突然那家Bartel关店了 包括你可能也知道就是在Hofus旁边有一家Daiso也关店了 就我当时真的是感觉非常惊讶 因为都是我经常去的地方 当然也是随着University Way上面Bartel的关闭呢 我突然一时间不知道该去哪里去买一些药妆这些东西了 对 所以我当时也是感觉非常的唏嘘 对 但其实确实 很长一段时间内 包括其实我刚到下腿 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想买一些必需品 比如说一些清洁用品 然后因为我刚搬到新的apartment里面嘛 我就去过Bartel一次 但是当时给我的感觉也是这家店 好像马上就要关店大吉了 因为他很多的商品都没有 包括经营感觉也不是很经营不善吧 但是我是没有想到 你说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 也像刚刚新闻中提到 就是西雅图犯罪率的上升 也是算是一个关店的导火索 尤其是我们知道在University Way上面的流浪汉是非常多的 五家可归人员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可能导致这家店关闭的原因吧 对 其实对于这种 比较local 然后陪伴了很多代际人 对 这么一家店的关门确实是让人有一点点难过 因为这个就好像是我们 小的时候家楼下的这种小卖部 它其实都已经培养成了人们的这种一个消费习惯 比如说 我其实来美国之前我就知道有Bartel这个店 就是Bartel给我印象就是如果你要买一些 比如说像CeraV这种药妆的品牌以及包括一些开价的美妆 我们就可以去这个Bartel里面买 然后突然这样的一个连锁的药店关门了 也是让人很难过 然后我联想到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是上海的太平洋百货也关门了 我也是觉得很难过 虽然我不是上海人但是我在上海实习的期间也经常去太平洋百货里面去吃买买 所以看到这么一个大商场关门也是让我觉得有点点难过 其实有时候我们对这种新闻有这种很难过的心情 并不是说可能真的我很舍得他的离开 而是我们对待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承载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回忆跟记忆 情怀 对 是的 有一种情怀的感觉 对 而且很多都是年轻的时候 就年龄比较小的时候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这种 对尤其是我觉得我刚来下图其实是先知道的Bartel Drugs 但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之前都听说过Walgreens或者说是CBS 但是我来下图确确实是Bartel是我知道的第一家算是药妆店 所以Bartel关闭之后我真的一时间不太不知道我好像应该去哪里去买药妆等等 所以我当时真的也是确实是有点难过的 对所以我特别理解小A说的 他其实并不是说我离开了这家店我就买不到东西了 买不到东西了 对 而更多的是就是他更承载一种就是回忆和情怀吧 对 真的是这样 所以看到这种每次看到这种新闻 在想到他当时给我们寄的那一封信 我觉得这个是他做非常好的一个公关 嗯就让人觉得确实是有点点难过 并且我好像在那封信里边看到了 嗯看到了很多很多人以前的经历 嗯 OK那让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 下一条新闻是Elon Musk推出与微软旗下Linkin的竞争对手 科技亿万富翁 Elon Musk对Linkin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他推出了一个该流行的专业网络平台相竞争的平台 X-Hairing 马斯克周末在X网站上表示Linkin令人畏缩 净资产约2440亿美元的世界丑富马斯克表示 他无法让自己使用该平台 X-Hairing是马斯克为Linkin提供竞争的解决方案 他允许经过验证的组织 在X上各自的账号上展示职位列表 直到一个月前 X还使用原来的名称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Twitter X-Hairing周五的官方声明中写道 突出你最关键的角色 并有机的接触到数百万相关候选人 该服务将使在网络上拥有 经过验证的组织状态的公司 每月花费1000美元 并允许候选人直接在X-Hairing平台上申请职位 据CNBC的报道 该工具将允许公司通过申请人跟踪系统 或XML员导入职位数据 尽管X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 是与陌生人争论或查看热门话题的地方 但马斯克此举是希望与专业档案网络进行竞争 据彭博社报道 Linking于2016年被微软公司以262亿美元收购 随着用户转向网络 自我推销发帖 Linking正在发生转变 该报告补充说 与2021年同期相比 该网络在2023年春季分享的内容增加了41% 不过据该新闻网站报道 年轻用户表示 他们觉得在专业网络上看到个人帖子非常奇怪 小卢平时有没有在用Linking啊 哈喽小卢的信号似乎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我们这边 好像有点接收不到 那其实我自己是一个 像是一个重度的Linking的用户 因为我现在也是在华盛顿大学在读graduate program 所以马上面临秋招 最近也是一直在Linking这种平台上面 在看工作的机会 那其实我看到Ex-Hearing这个新闻 我还是觉得挺开心的 因为Ex-Hearing 其实可以 因为现在其实说实话 北美的这种找工作的平台 除了Linking 是这种社交 只有这种社交属性的找工作的平台之外 好像其他的这种平台 我是记得好像是没有的 那我也希望Ex-Hearing如果出来了之后 可以能更多的来帮助到我们这些 急于去找工作的 当然也是可以去帮助到一些雇佣人的企业 来进行招聘 然后我之前其实也做实习的时候 做过HRBP这么一个岗位 我也知道企业HR在招人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要一个一个人去 把他们的这个Linking 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 找工作的这些软件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的 那我当时是在自己跳动时期 自己跳动其实有自己的一个非常大的人才库 那在这个人才库里边 搜索任何的相关的词条 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的人才库 是我用过非常非常好用的 这么一个招聘的软件 那我也希望可以看到 未来Ex-Hearing可以做到 类似于像自己的人才库一样的 这么一个 可以拥有聚合 各种各样这种大公司的 具有官方背景的大公司的 这种HR在上面招聘 我们可以求职者可以直接 把简历投到HR那里 然后企业呢也可以直接的从 这个Ex-Hearing上面招人 OK 那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二个break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来继续讨论一下 Ex-Hearing的相关话题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 就像Steak Egg &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 起司 Steak Padd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 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 听到了吗 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 请大家都去McDonalds享用贝果吧 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巴 礼物卡是用来送礼的 只能用来送礼 不是用来付款的 它不能用来付国税局税金 保释金或债务 也不能用来换奖品 付电费 或处理家庭紧急事故 如果有人要您用礼物卡来解决问题 那就是诈骗 只有骗子才会要求您 以这种方式付款 如果您觉得您受骗了 可以向礼物卡公司申诉要求退款 并向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举报 我要告诉大家有关COVID-19的重要消息 这可能对你我都有影响 你也许听过COVID-19的紧急状态 在5月11日结束 但请别担心 所有人仍可免费获得联邦提供的疫苗 保险公司只会支付居家检测试剂盒的费用 直到5月11日为止 因此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 是否之后仍继续承保 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锦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来 这里是夏图中文电台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April OK 看来小卢那边的链接 还是有一些问题 我们来稍微等一下他 小卢可以听见我说话吗 小卢可以听见我说话吗 OK 看来小卢那边的网络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新闻吧 下一条新闻是关于西雅图未免夜的 那西雅图旅馆提供 现在在提供西雅图不免夜的这么一个体验的活动 但是它高昂的价格 一万美元的价格可能会让你睡不着觉 西雅图呢有很多的标志性景点 游客到访时都会被列入必看的名单 其中一个地点是联合湖上的漂浮别墅 它出现在经典的浪漫喜剧 西雅图不免夜之中 这座房子在电影中占据了如此显著的位置 以至于许多西雅图人可能会忘记 历史悠久的市场旅馆 也在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中出现 那该旅馆为庆祝电影中的角色 以及西雅图不免夜上映30周年 从9月1号开始 推出特别住宿套餐 每种套餐的价格截然不同 这间西雅图不免夜阁楼 设有一间俯瞰普吉特海湾的阁楼公寓 可以预定两晚 住宿套餐起价为一万零两百美元 包括香槟和巧克力 电影之夜套餐零食和市场毯子 水上飞机之旅 房内情侣按摩 烛光晚餐 城市导览 专业拍照 拍客市场100美元礼品卡 西雅图不免夜纪念DVD In at the Market总经理 Charlie Orton表示 我们的Beaches Loft套餐意在庆祝其持久的吸引力 并提供一次穿越西雅图标志性地标的独一无二的旅程 那如果这个中级阁楼套餐的价格有点太高 旅馆还提供经典的西雅图不免夜套餐 此优惠起价为1090美元 包括过夜宾客住宿选择 香槟和当地的巧克力的欢迎礼物 舒适的电影之夜套装 包含75美元的荣誉酒吧积分 无限量跌播电影和In at Market弹子 以及100美元的派克广场礼品卡 小卢看到这个新闻 有没有想去尝试一下这么一个想法呀 那是肯定的 现在可以听说话吗 可以的可以的 好的不好意思 刚刚的连接可能有些问题 是的 尤其是他有提到一些 比如说西雅图的一些标志景点 包括湖上的漂浮别墅 等等等等 它都是出现在经典的 这个我们所熟知的浪漫的喜剧 《夏图不眠夜》中的嘛 所以我是非常想去体验一下的 对 那它这个价格确实有点太高了 确实确实 当然因为电影也是比较火嘛 我发现其实很多的这种 不管是电影啊 还是一些剧 就是我们说歌剧 包括戏剧话剧这种 它们都会出一些 类似于像这种旅馆性的体验感的活动 就像我之前去过一个 沉浸石器剧叫《不眠之夜》 这个戏剧是在 一开始是在纽约先演的 后来到了上海 上海跟纽约两个版本我都看过 它是在一个这种 叫卖 发生在卖金龙酒店的一个地方 它其实是麦克白的 就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的这么一个 对于这个经典的这么一个 沉浸式戏剧的这么一个演绎 当然这个剧是值得N刷的 然后也非常的过瘾 那这个剧呢 其实它就提供类似于像 《下图不眠夜》这种 但是它的这种可能更多的是 比如说像沉浸石戏剧嘛 就会有一些细节呀 道具什么的 会在你在看戏剧的时候去探索的 那它这个旅馆的房间呢 可能就会有一些 更新奇的这么一些线索 就是很适合像 非常非常喜爱这部戏剧 并且已经N刷了这部戏剧的这种 这个Sleep No More 也叫《不眠之夜》的 这个戏剧爱好者所体验 当然我记得这个宾馆 它的这个费用也是不低的 因为它好像就是在那个 跟我们看沉浸式戏剧 同一栋楼 也就是麦基隆酒店里面 对 这种体验的东西 我发现好像做的还是还挺多的 小罗有没有听说过其他的这种 类似于这样的体验的 我没有听说过其他的这些体验 但是我刚好也是看过 在纽约看过Sleep No More 那部沉浸式的戏剧 我觉得还是非常震撼的 我完全可以理解 就是让人们去沉浸的 去体验中那个戏剧中的场景也好 包括像这个西雅图不眠夜 出现在这个西雅图不眠夜 这部剧当中的一些景点 然后让人们去体验也好 你就会有一种真实的 仿佛森林这个剧中 就是剧中人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体验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对就是如果它可以出一些 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学生党 去打卡的箱子就更好了 对 它现在这个价格 还是有点太高了 对 它确实 好的 那让我们看一下下一条新闻 下一条新闻是关于 南西雅图正在努力应对 针对亚洲家庭的 入室抢劫案激增的问题 几十年以来 西雅图的98118邮政编码 被认为是美国最多元化的邮政编码 现在这里是居民最近拨打911的地区 周二 西雅图警方承认 该区邮政编码区和西雅图南部的 另外三个区 多个亚洲家庭成为入室抢劫的目标 侦探们认为 自6月以来 由3到7名年轻人组成的同一伙人 对14起不同的事件负有责任 我认为这个邮政编码尤其被忽视了 西雅图的胡青雅 说 他正在竞选第二区市议会席位 并且一直是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和西雅图南部的社区活动家 这令人很不安 因为我和我们所有人都在 都有住在灯塔山的父母 阿姨和叔叔 他们也住在这个地区 我们都很担心他们 泰雅说 对银行系统缺乏信任 尤其是对新移民而言 这是许多人可能将现金或珠宝带回家的原因 也是他们成为该组织目标的原因 西雅图警局SPD警长约翰·奥尼尔表示 这些事件最近得到了证实 并表示该组织对6月份的三起事件负有责任 奥尼尔表示 在本月发生多起事件之前 7月份没有发生相关犯罪 奥尼尔认为 该部门的调查和公众反应进行了辩护 但承认人员配备水平 给制止犯罪热潮带来的挑战 奥尼尔还强调 夏图警局并不认为这些事件是仇恨犯罪 我们想强调的是 我们没有考虑这些仇恨犯罪 我们将确保这点非常明确 他们的目标是我们社区中的弱势成年人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的意思是 为什么没有人说什么 在前两三或四次之后 我们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来帮助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的意思是 我们距离悲剧仅一步直遥 他亚说 他说据我所知 大多数人在户外感到不安全 但现在人们并没有说 因此而在家里感到不安全 他亚能否当选夏图第二区 第二选区市议员 对夏图中国城国际区的居民来说 直观重要 因为由于没有代表这个社区的人士 担任市议员 中国城国际区的居民的利益 长期被忽视 治安情况每况愈下 作为在中国城长大 并且在中国城工作的生活的 华裔候选人 他亚认为在中国城 一直在为中国城呐喊 并且多次组织抗议活动 他还是新冠期间 中国城的治安巡逻队的组织者之一 我看到这条新闻呢 感觉是非常的难过 尤其是 我们也都知道 夏图的中国城呢 是我们经常会去的地方 然后我们也知道 那边的治安状况 确实是每况愈下 每到下中国城 Chinatown那一站之后 我们就可以见到 大批大批的流浪汉 是的是的 我整个走在那条街上 就感觉有上非常强大的不安全感 对每次想去吃一点好吃的的时候 西雅图本来美食就很少 然后Chinatown那边又有一些比较便宜 实惠又好吃大碗的中国的餐厅 但是每次去真的是需要勇气的 真的有很多非常非常奇怪的人 从地铁口出来 感觉在闯关 是的 尤其是他这条新闻也提到了说 有一些关于针对亚洲家庭的入室抢劫案激增 我相信也是我们就住在西雅图地区的华人 包括亚裔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虽然他新闻当中并没有明确提到 是有关于仇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确实也是由于我们的可能肤色或人重的问题 我们会天生的会有更大的更多的不安全感 这个样子 他虽然说是没有说仇视什么 但是有可能会 他们会觉得比如说亚裔的家庭比较 比较好欺负 会有这种的想法发生 所以感觉还是 西雅图感觉越来越不安全了 确实 曾经我之前也是听说 就是疫情之前西雅图是一个多么多么美好的地方 然后很多人都过来 当然他现在也依然是有很多好的地方的 只是这个安全问题 包括这个安全情况 确实是有下降的 对我们也可以看到 近期我们的一些关于包括枪击的新闻呀 包括毒品啊 犯罪的新闻呢 确实是也是越来越多 所以说呢 对于住在西雅图地区 尤其是作为亚裔人士来讲 真的是感觉到 这个安全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对 那 我们也想在这里提醒一下 就是大家最近出去出门的什么时候 注意一下安全 然后包括自己家里面也都 比如说住house的人 尤其住在house里面的人 需要更多的去注意家里面 自己家里面的安全 对 尤其是我们下一条新闻 也是关于 这个西雅图地区安全的一个新闻 它是关于就是西雅图警方就一系列 可怕的入室抢劫的事情发生的这个警报 那我们也就顺便来听一下这一则新闻吧 就根据警方称呢 自六月以来 一群戴着滑雪面具的武装入室抢劫者 强行闯入西雅图南部的十几处住宅 对人们进行袭击和持枪威胁 迫使受害者交出现金和贵重物品 上周 罗布布朗尚尉在西雅图警局 南分局和雷尼尔海滩 非议美国人咨询委员会联席会议上 向居民发表讲话时 首次公开了入室抢劫数量的可怕增长 布朗周三表示 自八月六日以来 他辖区的灯塔山 雷尼尔海滩和雷尼尔警官社区 已发生八起抢劫案 布朗表示 每起案件中都有三到七名 带着滑雪面具的人 携带至少一把长枪和多把手枪 进行强行闯入家中 布朗说 我非常担心我们的社区成员 以及警察和实施抢劫的人 所面临的威胁 当你走进一间带枪的房子时 他可能不是那里唯一的枪 他说 每个目标住宅都属于亚裔人 由于语言障碍 派遣警察前往犯罪现场的时间 延迟了15到20分钟 这位入侵者提供了充足的逃跑时间 布朗在社区聚会上表示 本月早些时候发生了 一起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 一名十岁男孩 被人用枪指着头部 被迫指出他的家人 存放贵重物品的地方 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解决这些问题 他说 此后警方透露 自6月份以来 西雅图的四个邮政编码区 98108 98118 98114 和98178 至少发生了14起入室抢劫案 侦探们怀疑 这也不是完整的统计数字 还有更多的事件正在发生 帖子称 在这些报道的事件中 受害者遭到殴打或持枪威胁 同时贵重物品和现金被盗 该帖子称 警方正在寻求公众帮助 识别劫匪 帖子上称 受害者在住所外遭到骚扰 然后被强行带回家 有人看到一些劫匪驾驶 旗啊 或者现代汽车 夏图市检察官安戴维森 在1月份对这两家汽车制造商 提起联邦诉讼 只供其未安装仿道技术 导致夏图及周边地区的 奇亚汽车和现代汽车的 盗窃案指数及增长 病毒一样传播的视频上 让许多人了解到 现代和奇亚汽车相对容易被盗 在许多情况下 只需使用比USB电缆 先进一点点的工具 宣布诉讼的新闻稿说 在许多情况下 被盗的奇亚和现代汽车 都发生过重大事故 这些被盗车辆 往往被用来从事 其他犯罪活动 甚至暴力犯罪 夏图警察局记录 没有表明入室 抢劫中使用的车辆 是否被认为是被盗的 但今年4月 由于某些奇亚和现代车型的 盗窃案激增 SPD的犯罪预防协调员 在该部门的5个辖区 免费赠送了方向盘锁 警方还发布了一系列安全提示 包括告诉朋友和家人 谁会在什么时候回家 安装安全设备 和运动传感器照明 避免在住所内存放大量现金 以及拨打911报告可疑活动 调查人员要求 任何了解武装入室 抢劫信息的人 拨打暴力犯罪举报热线 206 233 5000 206 233 5000 这起事件呢 也是跟我们上一条新闻 是相结合的 都是关于最近西雅图地区 发生的一些入室抢劫的事件 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呢 要注意安全 也是提高警惕吧 对 是的 看到这些新闻 就是感觉心就凉了半截 确实 也希望我们这个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能够记住 我们刚刚说的电话号码 然后如果有什么危险 或者是说了解这个入室抢劫信息的话 能够拨打这个电话 OK 那以上的新闻内容是由小卢和April为您播报的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啦 您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 今日西雅图 或者下载中文手机电台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